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 家庭的大半数 有没有如同我的预测 表现是越来越强 昨天虽然开高走低 但是它还涨56点 我昨天讲过 至少它没有翻黑 它是一根红黑棒 今天台股继续的大涨139点 行情我怎么剖析的 我如何告诉你 未来的一个脉络 你有没有看得很清楚 从上个礼拜一 大盘跌207点 你背不关 你怕不怕 一根红黑打下来 缺口叫支撑 从上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五天有四天再测试缺口支撑 我都测试完就会再上 测试完就会再上 我讲得很肯定 我的解盘没有磨泥两可 所以礼拜量缩回撤 还是提醒你强势整理 缩到2500多亿 这么漂亮的量价结构 你看不出端倪吗 我们告诉你 该来的行情它总是会来 它总是会来 强势整理完之后的一个盘势 礼拜二涨56点 今天继续的大涨139点 拉出中长红 漂亮漂亮 看一下电脑画面 漂亮漂亮 回测缺口 对不对 这是支撑性的买点 今天有没有拉出中长红 有没有同我的预测 什么是想在前面 让你印证在后面 相信你看我 三点钟的即时解盘节目 这个解盘过程相当的过瘾 是不是 这档红康半导体设备的 赚一个股本 8月11号266 突破压力的回档 要支撑性的买点 记起来要学以致用 我在解盘 不管是大盘的一个解析 或是个股的操作 会带到一些技术层面的 一个方向 你要学以致用 毕竟前老师不可能 永远在电上解盘 我迟早有一天会退休 所以红康 这样回测支撑性的买点 强势整理的红康 随时会创高 266 跟你预告会过299的高点 有没有过高 从266上涨来到303 创新高 一档股票创新高 我说我喜欢卖 我喜欢在大盘大涨 个股创新高 做调节的动作 因为前老师的会员人数 还满多的 我一个口令下去 什么时候带他们卖 大家比较容易卖在高点 比较容易全身而退 大涨的时候 创新高的时候 这是我的一个操盘心法 所以300 卖红康 卖完之后 上礼拜三 不是掉到280吗 离我的卖点 差了20块钱 礼拜三它跌 它不是涨 我的分析节目的精华 我希望你能看出端宁 好不好 它跌到280我看好 我看好 你认为我看好大多是 那我会不会低接 这是一个正相关的逻辑道理 所以看好的宏康 我上礼拜是 是不是282接回 你用的卖点 差了18块钱 这都跟你对时对价过了 282接回的宏康 今天来到306 再度的过高 两阶段超过60块钱 同样 一档价值营投资的干凌股票 难道我在上礼拜 没有跟你预告宏康 我看好吗 我跟你预告宏康 我看好 我说我会低接回来 我会有没有说到做到 我会有没有说到做到 你以为是凭空杜撰吗 上礼拜是公开的接回位置 有没有跟你对时对价 当时在281 公开接回的位置 低进高出高出的低接 这是我永远不变的一个操盘节奏 所以今天宏康已经从282 来到306 这样子24块钱 所以大盘 执着会往上走高 那你选择一些强势基金股股 表现比大盘强势的 领先大盘过高 大盘过高了吗 过高了吗 老播电脑 对谢谢 过高了吗 没有 那这一档 宏康领先大盘过高 强不强 强在于 我不能 自傲的说 这是我的股票 因为我的股票 所以它会创新高 如果是这样 我每个股票都会创新高 只是说基本面的架构 我先寻好 技术层面的买点 转折的高低点 我帮你抓住 两阶段60块钱 那不是一件很轻松愉快的事情 卖300跌到280 跌的时候 我看好 什么是正面资战 什么是直球对决的分析 你干不出 所以然 这档细微 赚半个股本的 你看一下突破长期压力线的 突破的买点113 突破之后的回撤 这边都要买 7月20号114 我还在加码 当年大盘重做 我加码细微 113 114 我都在买细微 第一档1314不买 他就亮灯 直接锁涨停 BIOS支援回答超级晶片 是细微的明星级产品 创造出伺服器 最强大的一个资料处理中心 所以我选的股票 不是青菜竿的 电脑竿竿竿 股票靠我的 所谓的一个 20几年的操盘精华 跟我的研究团队 共同挑选出来一个结果 这么漂亮基本面 你113 114是不是要买 这边不买你就买不到 因为都跳空跳空再跳空 来到157 涨了快50% 我有减码 减码完的一个细微 他又开始跌了 跌到这根长黑130 收最低 你们看 收最低 布局结尾 高点提醒你不追 要跟我减码 低点呢 波段低点 130我就买了 已经来到相对低 是不是买完之后 还有更低点 达到120 8月15号还有122 买得够低就是低风险 不用在意这两天的跌势 因为已经跌得差不多了 多跌是多机会 看你会不会把握住机会 金老师负责创造机会 合作的关系 要有一个共识 金老师选的股票 什么是价值型投资 符合巴威特 那个选股逻辑 我才会带会投资 买这张股票 巴威特讲过 价值型投资 走向成功的唯一机会 这是不变的一个道理 希望同样 你要认同这样的选股逻辑 所以基本面那么强 买在130多跌 怕什么 以后再照顾你 他就从130跌到120 122 涨到所谓的135 828上礼拜五 联山跟红黑棒 一天跌下来 我说无伤大牙 红三边已经确立涨势了 所以礼拜五小跌 这一根黑黑棒怕什么 怕什么 他有没有从135 沿路的大涨来到153.5 是不是 转折 你最担心 你最害怕 就要看我的节目 没有看我节目的 参加我的会员 金老师解盘风格很实在 你要不要参加我的会员 当然你有很多的考量 金老师绝对不会勉强你 只是说 因为你们都一知半觉 你们都很喜欢去听那种 比如说每天掌停板 掌停板的节目 事后放炮 如果真的担那只掌停板 那就公开会员买点买了几块钱 证明你赚那么多 是不是 还是讲一些黑龙石头的道理 天马行空 不知所以然 没有用 个股的操作 盘式的分析 金老师从来不闪躲 大盘 看有看准 做股票算是吗 大盘就不能说 说你拉到股票要怎么做 大盘给你方向跟策略应用 方向对了 策略对了 你看一下这一档细微 我怎么带会员操作的 一根肠草害打下来 最低点130 我就买了 我就揭毁了 跌更深算什么 又跌到120算什么 还不是往上拉了吗 往上拉上礼拜五又回 这都是关键性的转折位置 无伤大雅的分析 所带给会员的是 从135到昨天153.5 这样不是又27%了吗 两阶段早就超过七成了 今天的细微来到15 波段高 29%了 我一张都没卖 这一次到现在为止 我一张都没卖 这个位置 你没有买的 你不觉得很可惜吗 之前的113 114没有买的 这边有超过五成的空间 你没有赚到 你不觉得很可惜吗 基本面的一个明星级产品 BIOS系统 所创造出了一个 最大资料处理中心 有改变吗 有改变吗 没有改变 股价变便宜了 130是谁带你买的 是谁在中视这个频道 公开我的接回的位置 是谁有这个能力 对不对 正面迎战 直球对决 我没有再跟你 卖参卖水 卖得乱七八糟 人嘴巴是不好的 对不对 这一档技嘉 回答新一代GPU的高阶AI伺服器 它当然是一档AI股票 所以之前可以大涨一波 大涨一波 这边我找不到介入点 现在整理一个多月 三角形收令形态突破 而且带量 所以我昨天进场买技嘉 买在327 就是跟你对时对价 当时候在326.5 327 328一定买得到 买完之后盘中亮灯 335 尾盘打开335.5 是不是 所以整个技嘉的一个架构 今天 这不是回撤支撑吗 这很简单 好没有 学起来 突破反压是带量的 压力变成支撑 所以昨天买在几块钱 买在327 盘中一度亮灯 今天的技嘉最低 327.5 送分题 送分题 昨天我买327 今天回撤 小回撤 327.5再不上车 尾盘334.5 我们的一个解盘的一个风格 个股的一个操作 解析的一个精华程度 同样你继续比较一下 你自己去比较一下 诚信实在是我的坚持跟原则 我希望这样的一个广大心胸 光明解盘 所带给会认的利润的股票 你也可以参与其中 对 昨天327 今天还有327.5 对不对 尾盘 差一块钱就翻红 所以这行情越来越强 你在上礼拜或许有所担心 你一定会怕 这个缺口一再测 对一再测是5月份这个缺口 一直测一直测 测到你心慌意乱 测到你不知所措 我说过这两个礼拜你做期货的 你拔来拔去而已 多空双巴 对 不是开高走低 就是开低走高 让你不知所措 但是从今天开始以后 这一根中长虹 所带给你是盘式的一个操作难度 已经降低了 所以浩德根 你操作的一个节奏要更积极 盘要再度的重挫 的机会已经不高了 这一档情城 做伺服器饥渴的AI股票 我也是在等 等什么 这不是景线吗 这不是一个类似双底的架构吗 今天不是回测景线最好的买点吗 我交的技术分析很多 好不好 录起来 有空 回播一下 对不对 这标准的 类似双底 双底突破景线的回测 那当然是买点 这也是AI的股票吗 是不是 9.33分的情城225附近买 33分的股价224你去对价 225平盘附近很好买 你会不会买 你会不会买 你会买在224 25的 今天盘中拉高237 收盘是234 今天一张可以赚1万块钱 幸不幸福 快不快乐 是不是 所以这个行情 我的操作会越来越积极 因为难度已经降低了 大盘会往上走高 这应告诉过你 台股领先美国股市回档修正 所以领先美国股市回档 领先止跌 测缺口 测完缺口之后就往上走高 这我从上离8.1 到今天为止所给你盘式的分析看法 那个股呢 个股呢 基本面当然很重要 大盘要上去 个股的基本面 如果是取决在 它的未来成长力道 得到市场上认同度 它迟早跟盘式一样 也是会上的 这一档颖威 半导体测试传输界面 是全球第一个传输数率 高达224Gbps的 明星级产品赚超过三个股本 5月份710 底部 站上警线的一个买点 从710开始操作 到7月25号 刚好两个月的时间 四波段381块钱 卖在865 实验家为领寄对 保证一定卖得掉 就是因为865的盈威我有卖掉 跌到571 恐怖恐怖 没有卖的觉得很恐怖 有跟我卖的觉得非常的快乐 因为股价差了300块钱 差不多了 你看一下 有没有卖 会不会卖真的差很多 是不是 所以明明跟我们一股票 我带会员操作引威全身而退 赚了300多块钱 避开了300多块钱的风险 对 这是随便吹嘘的吗 过去种种不再赘述 老同学会员很清楚 四波段381 落袋卖在865 跌到57差不多了 这要避开风险了 接下来掌握利润 隔天涨到620 目前的盈威 今天607 他就打底 打底完了 就会再上 跌升当然是最大利多 更何况那基本命 到今年度为止 那还是赚超过三个 股本实力的一档AI的股票 所以这种股票 迟早要上的 迟早要上的 礼拜一告诉你 上半年营收创下利益新高 这一档机油股 它是5388的中壘 网通股 网通股 看一下 礼拜一 完整的K线一不一样 基本面有没有带到 技术形态资深的买点 跟你预告有机会过高 这高点就是127 礼拜最低113 收盘117 今天中壘 已经从113涨到121.5 看往不变 127前波的高点 我认为仍然会过 这是我的看法 行情的分析讲得很清楚 不希望你现在还有什么问题 如果有问题 欢迎加入 钱老师全新的一个LINE 小鼠AI8085 小鼠AI8085 有任何问题 在我的LINE留言 钱老师会用最专业的角度 帮你解决任何的伊兰杂症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的一个现场 这一档华府 我们来看一下 我避开了将近70几块钱的风险 低阶 低阶在113 113接完之后 隔天还有113.5让你买 杀住了 我买点变成支撑 8月10号 还有一次113让你进场 很漂亮的一个介入时期 都在113附近 守住113的支撑 他当然往上走高 对 昨天礼拜涨了30% 昨天礼拜涨了32%的华府 我卖在111 这都给你对时对价 很精彩的一个卖点 收盘就111 一定卖得掉 卖掉的华府 今天早盘还一度冲高到144 你可能认为我卖错了 虚心受教 144不卖 今天收盘140 你所看到的是 佛法虎我从113附近的一个买点 沿路的追踪 这是我对待我会你的态度 呈现在电视观众的面前 113测试 跌到113.5 告诉你继续的买 一根长椅打到113 我说守住之声还是买点 不买 我怎么赚到14亿 我怎么赚到32% 所以昨天的卖点你看到了吗 今天最高144 收盘140 有没有卖对 你自己去评断 一档股票如何从低档去买 几乎每天苦口薄心的 在电视当中 告诉你一档个股为了一个走势 这样的解盘风格 我不晓得 有没有符合你们的需求 所以我不仅会带会买股票 当然更会带会卖股票 股票要会买 太简单了吗 有钱每天都可以买 卖呢 就有点难度 股票一买一卖决定你的输赢 要会买 当然要更会卖 资源也是一样 275 403到275 差了100多块钱 准备好跟我低接 275买完之后 连涨三天 工涨停334 这样59块钱 上礼拜是来到前波高 缺口的压力 我卖在365 这样子98块钱 有没有跟你对价 上礼拜是资源的卖点 零压 当时候在367.5 当天大涨16块钱 收盘357 你会不会想卖 大涨98块钱的资源 你会不会卖 我卖给你看 我就卖在365 卖完之后 隔天18号礼拜五 还有367让你卖 不卖就杀下来了 今天资源最低 打到324 大盘今天早盘大涨白点 你看到资源这样的跌下来 你高点没有卖的 你今天想不想卖 你今天想不想卖 你高点没有跟我卖的 今天来到324 你看到大盘好像不错 资源好像很弱 你杀低 他就往上走高 赢家跟输家的一个操作 到底哪边不一样 我不晓得没有 你有没有误透这个道理 这一场红杰科功率放大器的 去年度消费性产品 让功率放大器的需求一蹶不振 所以要调整库存 库存调整净回生 在3月17号就跟你讲过了 72.8低阶的低风险操作 上去回档 5月份78低阶的一个买点 7月11号来到103 创下今年度新高 两阶段赚了快七成 7月11号的红杰科 我卖在101 一样创高我喜欢卖 两阶段七成 今天红杰科 今天的红杰科 大概买在93.5 高点101有卖 短底突破 我今天红杰科接回在 94以下买 9.49分 当时经过一分钟93块半 你去对价 买93.5 93.5买完之后 收盘是94.6 原本现买现赚 看到一个产业结构 我谷底翻扬 有低点跟我上车 红杰科之前两阶段将近七成 这一次有几成利润 跟上来你就知道 爱普 机体IC的标准的AI股票 跟台语店研发出全球第一个 真3D堆叠整的晶片 明星级的产品 短底突破了卖点288 这个位置开始买的 三趟的操作 第四趟打到308 我就可以开始低接了 我最差就打到290 我上次的买点附近了 等到他这次来到308 我就说可以低接了 就可以低接了 我有看准还是看不准 他是波段低点 他不是大涨 有没有从308涨到344 价差36块钱 会做的 下来可不可以接 可以不买 礼拜尔的长黑打到312 我说可以买 礼拜尔有没有327 礼拜尔有没有339 今天爱普 这要漂亮的回撤 他当然还有推升的空间 礼拜提供给你这一档 AI资讯的股票 跌到前波低档 赶快上车 赶快上车 差不多了 今天这档股票已经开始红了 未来波段利润 金老师邀请你跟我 一起共同来掌握 还不想如何操作了 欢迎加入龙家军的行列 从明年开始 我们一起来对时对价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事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